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股市大跌之前 美国股市经历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股灾 星期二 美国股市经历又一天下挫 道琼斯指数四年来首次跌破一万点大关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下跌将近6%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股市在上午交易期间暴跌超过10% 之后终止了交易 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综合股指下挫168点 跌幅达10.4% 雅加达综合股指三天来的下挫幅度已经超过20% 相比今年年初下挫47% 另外 香港恒生指数跌幅略微超过8% 以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二点收盘 香港金融管理局星期三表示 计划降息一到二点五个百分点 以缓解信贷危机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说 希望降息能够帮助银行走出困境 降低市场价格 减少金融罚金 从而缓解现金流通 香港傅昌证券总经理令常念说 如果那些大银行都自身难保 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所以尽管欧洲国家政府还有美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 市场还是出现动荡和恐慌 每个人都想尽办法 尽可能来保全自己 台北股市星期三下挫三百一十八点 以五千二百零六点收盘 跌幅将近百分之六 马尼拉 上海 首尔 悉尼和惠林顿指数也都下跌百分之五以上 印度孟买经济机构研究部负责人基加尔沙阿说 我们看到美国金融系统出了问题 然后是英国 现在关键问题是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应对 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印度的银行会不会不齐后尘 目前这个答案还不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如此的动荡 亚太股市连日来的暴跌 让投资人担心 全球经济可能会遭遇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影响到全球的市场 许多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金融体系 在德国 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停产了三个星期 俄罗斯次向几家银行扩大了政府的贷款 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 究竟哪种做法能够渡过这场难关呢 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是纽约股票市场每天收盘式的铃声 但是铃声却在全球回响 世界各国正在蒙受美国所经历的危机 银行倒闭和信贷紧缩 俄罗斯将向银行发放政府贷款 希望这一措施能够缓解俄罗斯资金流动性不足的情况 总统梅德韦杰夫 政府在至少五年的时间里将向银行拨出9500亿卢布的贷款 俄罗斯还向冰岛提供贷款以增强冰岛的金融体系 星期二 冰岛将其第二大银行进行了国有化的改组 以缓解客户的代表 冰岛居民说 所有的机构都关闭了 我们不能出卖股票 也不能从银行的账户里取出款来 在德国 由于顾客需求量下降 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停产三个星期了 汽车研究中心主任杜丹霍夫尔 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将会把全球市场引入衰退 衰退的时候就很难卖汽车了 阿拉伯国家的股市也出现下跌 开极股市已经跌到了两年来的最低点 开极股市交易商萨米 今天我们连一单买入的生意都没有 所有的人都在十本抛售 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二开盘下跌 证券分析师张先生 而内需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消费的刺激也是比较困难 而投资的话也面临房地产的一个拖累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其实中国经济这样一个下行的趋势也是比较明显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威廉·克莱恩说 中国最终可能会度过危机 脱颖而出成为经济领袖 如果中国在全球衰退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的情况就会更好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非常依赖向美国的出口 经济学家目前也看不到出路 他们表示在出现转机之前 消费者先得恢复对银行和股市的信任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 星期二在第二次大选辩论会中再度交手 这场辩论会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贝尔蒙特大学 以市民大会的形式进行 两位候选人针对了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外交政策 针锋相对 三次大选辩论会